全油管最快新闻,教育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提醒广大学生,近日有学生因误操作拒绝了学校的推免通知,引起广泛关注。 经核实,在接受或拒绝学校通知时,系统界面已设置二次确认功能。 然而,四川广安一名大学生因情绪激动,误点了拒绝选项,导致错失这大的保研复试机会。 教育部再次强调学生要在认真浏览网站页面的基础上谨慎操作,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。 广大学生应提高警惕,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